挖掘新聞內幕 挖掘新聞人物 我是鄭鴻怡 歡迎收看今天的新聞 挖挖 挖 好來 我們今天邀請到的來賓 第一位是律師劉瑋婷 劉律師 宏妮大哥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好 另外是藝人冠志 陳大哥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以及作家Cincia 嗨 大家好 我是Sandy 好 另外我們邀請到的是 藝人艾羽莎 大家好 我是艾羽莎 好 以及財經專家汪傑銘 大家好 歡迎五位 我們今天的主題是 房客有問題嗎 從一個新聞談起 就是有個女網友 她在網路上發問 她說租約到期 會把房間的消耗品帶走嗎 這事情引發很多討論 因為很多人都租房子 那她這個女網友說 她要搬家了 掙扎要不要把這個原來的 屋子內的消耗品帶走 那什麼是消耗品呢 比方說冷氣電視遙控器裡面的電池 電池可以拔的嘛 對不對 他說電池很貴的 還有房東附贈的哨把跟馬桶刷 然後拆下自己買的新燈泡 把舊的燈泡裝回去 然後因為燈泡拿去跳蚤市場 還可以賣幾十塊 這有趣了 我先請教一下傑明 如果你是這一個女房客 你會帶走嗎 沒有 第一件事情 那個掃把那個東西 你太多人用了吧 掃把 還有馬桶刷 就搜地上啊 馬桶刷這件事 要新洗乾淨有點噁心 不過我應該這麼說 他其實這麼說 馬桶刷不用洗 不是 我這是一個 那你應該不用洗吧 馬桶刷 你也馬桶刷 你從來沒有洗過 就是你有需要用的時候 再把它用水沖走就好 然後我 對呀 而且我大概半年會換一次 我半年換一次 那啦 顧民金有東西啊 就用過很多人的東西 對呀 一些金貨都在上面 沒有 我應該這麼解釋 那是 不好意思 現在才八點了 我覺得那是心態問題 就是他已經繳了 這麼多年的房租 或是一年的房租了 他覺得繳這房租呢 房東好像都沒有什麼 特別的允許 給他什麼繳點心之類 然後每個月要付房租 房租付時間沒到的時候 還要問說你房租什麼來 然後電費給你收 水費給你收 然後還會說你這個 房子要打掃乾淨 然後門口怎麼那麼髒 然後或者隔壁的鄰居 這個男女朋友 實在聲音太大聲了 所以他可能心中有一些怨恨 所以這個怨恨呢 他就無處發洩 他想說那我能夠拿來走一些 算一些 反正房租能夠抵多少算多少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呢 其實那種心態很有趣是說 那種補償心態就是說 你看這是我用過的東西 我絕對不留給別人 搞到電池他自己花錢買的 因為你知道電池有時候用久了 你怎麼跟房東說 房東先生不好意思 那個你的那個遙控器 電池沒有了 對 是女生會這樣講嗎 男生就說那個電池來 沒有電池 對 總是不會 因為自己裝了電池 我覺得你真的有焦態 真的嗎 用在一起 我怕大家剛剛吃完飯 其實不太好 我只是要後來示範一下 那這個電池當然很可能就是說 這個電池他自己付的 所以他當然要拿走 那這支有可能被接受 或者有時候說 你知道很多人現在已經不是用掃把 他用的是那種全套那個 就是用3N那種魔術毯那一支 其實那個又可以伸縮很好攜帶 不像整根掃把 你以為是那個巫婆帶著跑 所以那個東西其實每個地方都好 甚至你知道有時候 房東會避免房子太髒了 他又加了一些魔術毯之類的 就是可以插上面如果房客他需要的 那東西坦白講 那市場也是有一定的價錢 那你縮小打包也很方便 想說沒事嘛 反正房東你也要換新的那個清潔器材 那我就加減拿一些 好是有可能這樣 但是我覺得有些房客是佛心 對 因為這東西都舊了 免得房東還要這個拿去丟很可惜 我要是搬家做捷運 我馬桶說要一定帶走 你要去刷新房子 因為大家都會讓位置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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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有這個小姐說啊 黃東附贈的掃把跟馬桶刷 附贈的 請請教一下劉律師 這樣有法律的問題嗎 有 其實是有法律問題 其實我遇過更誇張了 連窗簾啊 連門啊 冷氣機啊都搬走了 哇 那太誇張了吧 門怎麼可以搬進去 就是跟房東處得很不好 把整個門拆走的啊 就是相對是惡劣的啦 惡意的 那我說明一下 其實在法律上面 房東付給我們的東西 只是給我們使用 並不是所有權變成我們的 所以我們帶走 就會構成刑法的侵占罪 那當然很多時候 大家要去怎麼舉證證明 這是房東的還是我們的 對啊 很難舉證 除非一開始陳朱就照相 阿董說是有DNA的啊 有的是會全部寫在那個 那個租賃合約上面啊 我給你了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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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墊級清單上面 有的會寫的這個很詳細 但如果沒有 其實是怎麼證明 但是原則上如果是房東給了東西 應該是要還給房東 不能夠去把他帶走 喔 是喔 對 那當然在這個新聞裡面 那門可以帶走嗎 當然不行啊 對不對那個尺寸可能都不合 那在這個新聞裡面有提到 例如說有些消耗品是我們自己 後來花錢去換的 那當然已經是我們的東西 那我們或許就會把他帶走 對 你將來可以證明房東說 那是他的 我拿得出發票來 跟這個房東說 你看這就是我買的燈泡 那你原本的燈泡可能壞了 或是沒有使用 在旁邊 那你收在旁邊 那讓他自己裝回去 誒 發票留著喔 對 發票留著是一件蠻重要 否則要證明是誰的 就會很多證 是是是 那有人說當初是誰付的錢 就把它當成這個準則 這個我買的 所以我可以帶走 好 房東買的 房東留著 這樣對不對 對 這是一個大原則 原則上是這樣 不過有的時候 我們遇過是說 雖然是你買的 可是你跟房東講 後面扣 從房租裡面扣掉 例如說房東燈泡壞了 我自己先去買來換 換完以後 我從房租少付給你房東 這種也很多 可是你少付給房東代表 真的出錢的應該算是房東 那這種狀況下 你說這個東西變你的 雖然是你買的 可是它不是你的 那如果是譬如說 水電我叫人來修理 或是說熱水器我叫人來修理 這修理 譬如說熱水器是買 新的如果是八千塊 我修理收三千塊 這樣我可以把它帶走嗎 那也都要給人家 對 是舊的 可是正常來講 像這種我們講說硬體 附在這個建築物裡面的設備 這些的維修 原則上也應該 房東來出錢 我們大方向 因為這是房東的東西 所以修善是應該由房東來出 那如果是假設我們自己出 其實就有一點 房客相對比較佛心 那這東西修了 還是屬於房東的 不會因為修了 就變成我們的 那衛生紙 菜櫃薄 洗結晶 沐浴乳 欣賞你會帶走嗎 我其實在台灣租的這個經驗當中 這些都是我們自己準備 對啊 因為你自己的洗 那個什麼 洗身體的東西 你會自己比較慣用的品牌 所以這東西不用說房東 準備給我們 還是要帶走 對 所以我自己買的 我當然就自己帶走 這樣子 是是是 那艾雨莎你會帶走嗎 這個 其實之前我租房子的時候 房東有留下來 但是我也沒有用 因為你也不知道它放多久 裡面是什麼東西 有生股還是沒有 對啊 所以我自己還是會就是 去買新的 我告訴你這差好話 是有一些房東會去買那種 二手的很便宜的家具 其實蠻多的 比方說床墊 對 我們朋友就是去住 去住睡那個床墊 結果住一幕 好 夭壽喔 他說笑到很痛苦 為什麼你知道嗎 有蟲嗎還是什麼 背都跳蟲 有有有 這個會發生 他讓我看他的皮大裡面 咬到這樣 哇 好可怕喔 對 其實不會啦 那個運氣不好你住住看 我也是有遇過這種 有遇過喔 我們等一下就聊了 先休息一下 那是房東 好 但我們大家都知道 我們可以匯定 那是房東 來吧 有很多人 在房東 那是房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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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窗墊 你知道有的人是 不用說沒說得心到 把那種有問題的窗墊 隨一路就丟在那個 那個什麼 那個點會條旁邊 很多 對不對 有沒有看過 有 那個有些有時候是 比方說兇殺案 或者是有人貴心 或者是不乾淨 不好的東西 或者是他真的有跳蚤 他就往外面一丟 他就不管了 對 也有是那種早上回收 六點鐘要那個台北會 就是各個層次回收 對 所以回收的時候 你會早上的時候看到很多的床 還有甚至有那種家具 大型家具 大型家具擺在外面 有些東西看起來 坦白講我要說是這樣 看起來還真的不錯 我真的覺得 會不會把他帶回家對不對 很浪費 還有你要知道 那個有時候是這樣 就是這個房子 原本就專門出租的 那有些房客 他就自己本身就會買一些家具 對 那他要走之前 他就會把家具放在門口 對 那就讓人家回收 因為房租都會寫一句話 就是你的你的 我就是房子什麼樣子 就清到我原樣的狀況 對 所以這時候他那些的家具 又帶不走 他們就會放在那個門口 所以很多專門招租的地方 外面都會看到各式各樣的家具 還有各種的物品 那欣喜亞是曾經為了電燈泡跟房東吵架 對 因為其實看這個新聞當中 是這個房客就把電燈泡消耗品 電池都帶走對不對 那其實我那個時候就是在 承租房子的時候 後來就是點交嘛 那點交的話 坦白講我自己個人習慣是說 當我把這個房子 因為房東是打掃的乾乾淨淨還給我 我認為我就把它恢復的乾乾淨淨的還給他 然後那時候我還跟我老公還蠻自豪的 會覺得說哇 這樣子的話 這個下一個房客你進來 你根本就不用打掃 你就是家具擺一擺就可以住進來 我就覺得他應該會還蠻開心跟感謝我的 好 那那時候呢 因為那個押金也還沒拿回來嘛 還在點交當中 這個時候呢 房東就傳LINE簡訊告訴我說 LINE小姐那個 我們那個租屋的這個電燈的燈泡 有空缺的請你都補上 請你都補上這樣子 那他說那我算一算大概 好歹有18 20個電燈泡 那就是不然的話就是你把錢給我 我自己補 還是說你就去買電燈泡 然後還給我這樣子 那其實因為我在台灣租屋的經驗 沒有很久 這是我第一次碰到的狀況 我就跟他說 第一點我們在郊屋 就是我當初搬進來的時候 我也沒有一個一個去看 裡面有沒有電燈泡 我說我印象當中是 不是每一個裡面都有電燈泡的 這是第一點 所以我就說我覺得這個起跑點不太一樣 是因為它有些已經是空的 然後你現在就好花錢把它補上去 可是你當初就沒有付給我 我覺得這有點不合理對不對 然後他想想他就覺得說 可是問題是他認為就是 那裡面有的空的 有的有的有的沒有 那該怎麼辦呢對不對 這是20個洞你要怎麼辦 所以後來我就跟他講 我就說那不然這樣好了 我們就一人一半 因為剛開始你沒有告訴我說 來點焦點燈泡 我沒有點 那二來的話 你沒有跟我講 我覺得你要負一半責任 那我也願意幫你承擔這一半 所以我們就是一半一半 然後就從押金裡面扣這樣子 是是是 那 我補充一個 其實CINCIA這樣算是遇到好的 我們其實在台灣 大家要記得 房東到這個房客租約期滿 是要退押金的 很多房東都覺得 押金握在我手上 通常兩個月 兩個月也是不少錢 所以很多時候這個房東都會是這樣 哎呀 雞蛋裡挑骨頭 這個燈掃扣一扣 那個地方髒扣一扣 我們就遇到一個說 你牆壁原本白的 現在有一些地方 有灰塵或看起來不是白的 我需要一筆六千塊到八千塊 全部粉刷一次的錢 所以原本你的押金 例如說租金一萬 押金兩個月就兩萬 我就給你扣個八千 然後再來再其他 登掃扣多少 反正最後讓你拿到的押金就很少 對 那房東以為 他這時候是最有power 因為錢在我手上 我怎麼喊 你就只能認 但他不知道遇到 房客 我跟你拼了 我兩萬都不要了 就像我剛才講 門也拆了 水管也讓你不通了 馬桶也不會 也沒有水可以沖了 全部通通破壞光 人跑了 那你房東最後 我為了扣他 幾千塊 結果跟房客的關係不好 那通常房客本來就 比較沒有經濟能力 對 所以才會租房子 你也找不到他了 那你就一個 亂七八糟的房子 留下來 然後你還要花更多的錢 去做整理 這個是有 要讓馬桶堵塞真的很容易 對不對 對 怎麼弄 基本上來講 你可以丟那個養樂多的瓶子 我為什麼會知道呢 是因為 你知道租房子之前 會做很多功課嗎 然後 某天去看某個租屋 房東就說 你們會有小孩嗎 我說我們沒有 他說 那個上一個 那個我們叫那個屋主 那個有養小孩 那個小孩 好喜歡把那個養樂多的空瓶 塞到那個馬桶的那個洞裡面去 他說我就挖了好幾個 他說就一直不停的堵塞 所以這時候我才發現 原來養樂多瓶 因為它那個瓶子那個尺寸 正好可以塞住馬桶的那個洞 那個算好的 還有人直接用水泥直接封下去 那就整個死掉 換水 那也故意 對啊 直接水泥那個養樂多還可以拿起來 水泥就整個敲掉重新來過 我的意思是說 你讓馬桶塞住 還有一點 有一點可能 你把門拆走 對 門拆走你怎麼拿走啊 對啊 而且門拆走 你回去要幹嘛 他就拿去別的地方丟而已 硬跟他就是對坐而已 他唯一的功能就當單價 對不對 好 那阿語莎呢 是這幾年上北部來工作 也都租房子 對啊 你是對人 台中 台中人 OK 那你說 曾經因為窗簾而感到困擾 對 那時候我第一次上來台北的時候 我租房子 然後它是樓中樓 但是那個是什麼 西曬嗎 對 會有西曬 對 會有西曬 然後那個太陽很大 我們原本那個窗簾 就是薄薄那種會曬進來 那種白色那樣透光鏡 像沙那一種對不對 對 然後我每次都 差不多 早上大概六七點的時候 我就睡不著了 因為太亮亮到睡不著 然後又很熱 然後我就跟那個房東溝通看看說 我能不能換一個就是 可以遮陽那種比較厚的 然後它下面還會有一個保的對不對 我說那我就再裝一個厚的上去 然後他就說好啊 那你就裝 可是後來我跟他溝通嘛 他就說拿那個發票給他 然後我想說這是我自己要裝 我如果之後要搬的話 我可能還可以用 然後我請那個裝那個窗簾的來 他就說那個保的跟厚的是一起的 那我就說那保的那個我可能需要拆掉 我跟他們說 那房東也說好啊 沒關係OK 我說那這個我要把你留著嗎 他說不用 你就丟掉就好了 我說喔好 然後我就裝上去了 裝上去 而且那一組好像也一萬多塊吧 爬店不休啊 對啊 很貴 然後還要再重新裝 上面那個什麼 軌道 對對對 那些就很貴 然後我想說 如果我搬走的話這怎麼辦 我想算了還是先 先可以好好睡覺好 因為已經好久了 差不多半年吧 我就忍了半年 然後都沒有辦法好好睡覺 然後樓上的那個鄰居又有養狗 又一直在那邊抓那個地板 然後很崩潰 想說好好睡一個覺怎麼這麼難 後來最後我也是搬走了 然後我就有跟那個房東說 那這個窗簾 我如果留愛著的話 就是我們平分一半好不好 然後他也不願意 他說你當初給我拆走 你這邊就要留下來 我說可是你那時候 當初留的是一片薄的那一層 我說那不然薄的 我再補一個給你 他說不行 不行 他就是要我留下原本的那一層 其實在法律上面是這樣 如果你當時候 要改變這個建築物 像你說你增加窗簾 或有的人燈要換 換那個燈座等等 你最好是跟房東先講好 就是將來要怎麼處理 因為如果假設 你都沒有先講好 說真的依照租賃合約 大部分都會寫著 你當你把房子還 對就是以回復原狀 四個字而已 回復原狀 就當初交給你的樣子 薄薄的那個窗簾 對啊 我有跟他說 我就是還一個寶的給他 但是他也不願意啊 可是他要原本那一個 所以通常我們會建議 就把原本的東西先留著 他也跟我說 你就直接處理掉 那時候 如果你有留下證據 他告訴你就處理掉 你或許窗簾採走 讓他沒窗簾 他也沒有辦法對你怎麼樣 如果你房客去裝一個窗簾 花一萬多 算很多錢 很多錢耶 我本來不知道那個貴 就可以再多住一個月了 對啊 不過還好 因為阿宇沙現在通告那麼多 沒有啦 沒有啦 健康無價 健康無價 那你說 你這個連床墊都帶走 床墊這個 我也是搬上來的時候 因為樓中樓已經很小了 然後它上面原本 有一個床墊是 應該也是二手 因為你很明顯看到 就是那種很傳統那種 它編織是黃色那種 旁邊是紅色刺繡那種 椰子床那一種 應該是 然後還凹陷這樣 Oh my God 對 我就覺得睡自己的床墊會比較舒服 自己心裡也比較過得去 然後我就買了一個床墊回來 然後我想說我把它墊在上面 好我先鋪一個東西墊在上面 不要移動到它的東西 我也是怕到時候麻煩 後來發現太高 我睡的範圍可能差不多剩這樣吧 對 然後我就跟房東說 那這個床墊可不可以就是 請你們收走 因為我有自己的床墊要 然後他就說 那個你就處理掉好了 因為我們也沒地方放 我說 喔好 那我就放我自己的床墊囉 跟那個窗簾狀況是一樣的 後來要搬走的時候呢 他就說 那個少一個床墊耶 你床墊要就是留下來 我說可是這個床墊是我自己買 就是比較好 因為我想說我在台北住 我要一直睡下去的 然後他就說 可是你當初把我那個床墊丟了 你就要還我一個 我說好我想辦法還你一個可以嗎 他說不行 這個就是要留下來 蛤 其實我覺得房東這樣比較沒有道 對不對 沒錯沒錯 其實阿宇莎是可以跟他好好的 沒錯 同一個兩億的床墊其實就可以了 是房東拔回嗎 可是很多房東就像我剛才講 就是因為押金在他手上 他就會想辦法找理由 因為你不在租了嘛 就會想辦法扣東扣西 像剛剛那個窗簾他其實是有資格 可以跟房東要對不對 對 因為他已經跟房東溝通過了 房東也同意他拆換新的窗簾 那只是當然最好 那錢都是阿宇莎出的 是啊 只是說最好 當然就在當時就跟他溝通說 將來如果你搬走 這個窗簾能不能抵一些費用 是不是要有支筆的那些支筆 對啊 就是在你原本的租賃合約上面 再去注明 去做一些修改 就可以保障到你的權益 對 像那個床墊應該也可以 跟他要求買個新的 對不對 對啊 好 來 我們先休息進去 好 其實我們有一個同事 他也是個包租公 那他的房客沒有經過同意 就換裝了新的窗型冷氣 那安裝之後沒有多久 哇 租約到期了 這個時候房客他要求 我們這個同事要八千塊 把那個冷氣這個買回去 因為他說他帶不走 請教劉醫師這樣可以嗎 其實就像我剛才講 如果你事先沒有心跟房東溝通 就是回復原狀 對房東來講 你把舊的冷氣裝回去 那就沒事了 可是如果你舊冷氣已經丟了 只剩新的 那說真的 房東他其實可以不認帳說 為什麼我還要付錢 他可以要求你就是回復 你回復原狀 把那個舊的給我拿回來 裝上去 新的我不要你帶走 對 沒錯 所以有些人甚至舊的就是壞掉的 他還是留著 等到要搬走的時候 把舊的壞掉再撞回去 對 這樣子其實對雙方來講 所以他八千塊 其實是可以不用付的 對 他其實房東是可以 不願意付這個八千塊的 是可以的 但是這樣會覺得太多錢 當然啦 這雙方溝通啦 可是說真的 就是這個一定是回不了 因為你房客 我們同事都很好心的 那加碼一萬跟他收好 所以很多時候真的是會奉勸說 尤其是房客啦 你在改變這個房子的現狀 因為未必是符合房東的期待 有的人他把自己的房子 弄得很高級 可是房東明明要租的人 就不是能夠享受這麼高級 或租金不需要那麼高的 你裝了一些很貴的東西 到時候要房東去認帳 把他買走 其實這對房東來講 沒有價值 是是是 那冠志呢 曾經因為冷氣 跟房東起糾紛 賠了兩次錢喔 對 那個 這個誇張是我大概 我要那時候住台中嘛 我大概是大概七八年前 我要從台中搬上來台北 然後我想說要搬上來 我先去那個租屋網 先看一下有沒有適合房子 我大概找了三天 就找到一家三重的房子 還不錯 然後但是那種老舊公寓 大概四樓 然後大概八坪大 大概八千塊 然後它上面呢 它有著名說家具幾乎全新 幾乎 幾乎全新 幾乎就幾乎人了 對好像不錯 那因為我想說 我只好要去看個房子 看實際跟照片是不是一樣 然後我去看的時候 是真的真的還不錯 好 那我就先付押金 押金先付一半嘛 那總說好 那我早天就把台中的東西 全部搬上來台北 那搬好之後呢 就是在當天要簽約的時候 房東就很好心的跟我說 你要不要全部東西 你先檢查一遍 看有沒有什麼問題的話 你現場你跟我提出 我可以幫你換新的 我說OK OK 東好 但是我就覺得說 因為我第一次上來 第一次租房子嘛 想說那房東這麼好跟我講這些 應該是不會騙我什麼 然後我合約 我也沒有什麼看 我就簽字 我就簽簽簽 我就那個錢 就全部都給他 好 就OK喔 然後那時候 我記得我搬上來的陣子 是夏天也是現在 九月的時候 是最熱的時候 我幾乎每天都開冷氣 到第三天的時候 因為它冷氣其實 其實是有一點舊舊的 但是我開到第三天的時候 開到一半突然 冷氣就砰一聲 但是不是很大聲 就突然就砰一聲那種聲音 然後就 那個冷氣孔 就突然噴出那種 黑黑黑的東西出來 我想說 是怎樣 怎麼會冷氣會 會有這種東西出來 然後後來 大概隔五分鐘之後 它吹出來的風冬 是熱熱的 我立刻趕快打來房東說 那個房東先生不好意思 你那個冷氣是不是有問題啊 為什麼我才搬進來 第三天之後 冷氣就出問題 他說那你要不要先 我給你電話 你請那個修冷線 然後來 好 他就來修理 我就問他說 請問一下這個冷氣出了什麼問題 他說冷氣裡面的那個什麼 好像是 不是什麼電路板 還是什麼板 就壞掉就對了 我說是怎樣壞掉 他說你這台冷氣機 已經很老舊了 而且連風扇那邊 那個管路也都壞掉 你幾乎你要換新的 我就跟房東講 然後說房東 你這個冷氣好像有點久了 而且那個師傅說 要換全新的 然後房東就跟我說 請問一下 我是不是在你搬來的時候 我有跟你說 你要先檢查清楚 那你順便看一下 你的那個什麼 你的那個合約的後面 他有備註說 就是說你如果搬進來的時候 只要你沒有檢查 從你當天 住到你合約結束之前 只要裡面有東西損壞 都要由那個房客自行負責 我想說 怎麼會這樣 因為我當初 我想說沒有想那麼多 現在比較不流行 現在流行這樣 對 我也沒有想這麼多 我也想說 好 那我也認了 因為畢竟他後面都有寫這個 是我自己沒有看清楚 我想OK好 那算了 我自己就去買一台 我想買二手 大概買了大概一萬多塊 好 那我就租到真的 就是我大概租一年 我也想換了 好 那合約到的時候 我也請房東 就是我也打手都乾淨了 然後我也請房東來 跟房東點交 那房東就全部檢查 一邊檢查得很仔細就對了 好 那我剛剛有那個沙發 他竟然把沙發翻過來 裡面破一個很大的洞 然後他就說 你這個損壞了 你也要賠 這是靠路吧 對 然後我就說 房東你會不會太誇張 我搬進來 我沒有養寵物 而且我也很少帶人家回來 而且誰會把 那個沙發拿起來 然後那邊 就是弄一個洞 然後他說 你要不要看一下合約 我合約上面就寫得清清楚楚 只要有損壞的話 你就要造價賠償 我說 這個好像跟那個女房東 那個怎麼 對 就很像 然後再來呢 他說那個冷氣 因為不是他原本那一個冷氣 所以你冷氣你要造價賠償 我說那我冷氣都買了 而且我這個也有發票留著 不然我冷氣我就不帶走 你就拿著吧 那就像剛剛律師講的 你冷氣它就是要原本的 但是我已經找不到 因為那個已經壞掉 我已經把它丟了啊 那最後怎麼辦 最後就把那個新冷氣把它打壞 就再打出去 我很想 但是沒辦法 他最後他要把它 原本買那個冷氣 發票他要留著 就把那個價位給我看 跟我買的 就扣一扣之後 然後又加上那個沙發 因為我也要賠 然後那個門因為是 那個卡榫有點壞掉 我也要賠 所以後面扣一扣 等於說我押金 全部賠掉 還要再另外多賠幾千塊 押金拿不回來 還照照賠 你房東真的不姓張嗎 還是要親戚啊 是女的嗎 是男的 是男的 所以我就覺得說很誇張 而且我就是第一次上來台北 我就讓我那個 那個什麼 那個感覺很差 騎乎是孩子 騎乎是男的 騎乎是男的 對 我覺得實在是差太多了 這個處長家不需要來 把那個 關心一下就可以了 這個我可以補充一下 其實法律上面 他是可以不需要 付到這樣的責任 但是因為他後面 對... 我要告訴你是說 因為房東跟房客之間 我們會簽一個租賃合約 那當然房東通常比較強勢 就是他是比較有資源的一方 所以他會寫很多 保護房東的條款 那房客是不懂 所以很容易就簽了很多 不平等的條款 那現在其實在我們的消保會 他有一個叫做 租賃的定型化契約條款 就是說他有一個範本在那邊 任何只要比這個條款 還要不利於房客都無效 所以只是你要不要拿著那個範本去簽 以及說即便你簽的是 你跟房東私人的契約 但是比那個條款還要更不利於你 你都可以主張他無效 所以像這種不平等的 你都可以跟房東去主張 這個你不要認 可是當然最壞最後就是訴訟 你就是去訴訟要你的押金回來 會變成是這樣 否則很多的房東 他可以就像你講的這種 各式各樣非常不利的條款 都加租在房客身上 讓房客去簽 因為房客根本不懂 他只知道租房子就簽了 所以現在才有這個法律上的保護 房東叫什麼名字還記得嗎 七八年前已經忘記了 太久了 不然我們就來叫汪建民處理一下 現在卡 所以自從那一次之後 我現在租房子 我都會看得很清楚 然後都會先全部檢查 因為密密麻麻 但是沒辦法 事實上有那個公版的 對 其實房東一般就是 給公版的就好了 他的故事讓我想到 我的房東對我們真的很好 也是跟冷氣有關係 那那時候就是 他要講話才不怕冷 因為冷氣 被你發現了 真的 因為想說 不然一直啪啪啪啪啪啪 啪起來你知道嗎 其實還好啦 其實還好 然後那個時候是 我們的合約才剛更新 那個合約才剛簽名 也是九月多 大概三個月以後 冷氣就壞掉了 而且他壞掉是他的主機 整個就壞掉 每一間房間的冷氣 都沒有辦法開 然後這個時候 就是用我的LINE去聯絡 我的房東說 冷氣就這樣壞了 那我們那個房東他很專業 他的水電工 他有自己配合水電工 所以他會是說 你就直接聯絡哪一位先生 因為他的報價 他很信任 他的功夫 他知道他不會去操控他 那位先生就來看 看一看 他就會就開始跟這個 房東報告一下進度 而且那時候房東人 他遠在克羅埃西亞 在度假 他就是第一個 趕快用LINE幫他 就是幫我遙控 處理事情 好這個時候 他就說 那我跟你講賴小姐 我覺得這個冷氣 應該是沒辦法 那個水電工說 一定要換嘛 我就是幫你換 全新的壓縮機 那壓縮機其實一台 也不便宜嘛 要十幾萬 他說那可是這樣子的話 因為現在九月的時候 大家這個冷氣都在缺 都在忙 都在缺貨 你恐怕要等 大概一個多禮拜 我說 那我真的臉都綠了 你知道那房子會西曬也很熱 他說那不然這樣好了啦 你們這樣子 天氣這麼熱 怎麼住人呢 我在那個南京東路 我還有套房 而且那個家具都是有附的 你要不要跟你老公 兩咖皮箱 自己整理整理 我就讓你就是住過去 住這一個禮拜 有冷氣的地方 你們會比較舒服 等到我這個冷氣弄完以後 你再搬回來 我真的覺得他超級佛心的 人真的很好 但是在乎燈泡而已 真的 不一樣的東風 我覺得就是人正真好 對 我覺得人是互相啦 其實台灣對房客 比較沒有那麼優待 在國外 特別是在日本 是對房客非常好的 就是政府的法令 因為他認為你房東 是比較有錢的人 所以這個如果房客 沒有要搬走 你不可以趕他 對 沒錯 其實台灣的法律也是這樣 他有優先的預約權 是喔 這樣 不可以趕手 來 我們先休息一下 好 另外一個爭議是電氣壞了 誰要修 有網友說他租房子之後熱水氣壞了 結果房東不願意修 要他們三個房客自己買新的 或者是找人修 因為好好的熱水氣被你們用壞了 這樣到 劉醫師這樣說到哪裡 我來補充一下 如果說今天這些電氣產品 本身就是房東附近來的 它的自然損耗 就是你正常使用所造成的損耗 本來就都是房東要買單 除非你今天房客我想要更好的設備啊 我自己在花錢 否則的話都是房東要負責 那現在就是房東找理由 不曉得是真的或假的啦 說是你房客用壞的嘛 那一般我們當然就會去判斷 例如說找這個師傅來看看 你到底是怎麼樣壞掉 例如說 我是很難想像的 熱水氣怎麼樣壞掉 例如說是被重擊啊 外力攻擊啊 導致它壞掉 那或許可以理解 可是如果你只是 常常使用它用來洗澡幹嘛 它壞掉也是正常自然說好 這本來就是房東要負責 對 所以正常 大部分應該都是房東負責才對 不會是房客要負責 我今天剛才有一個 國立大學的教授 叫做電機器 他熱水氣壞了 他說他收你半天收你不好 他本來也只好去找水電工 水電工來 說那個水管 靠靠靠地說 好 怎麼好 他說那是怎麼樣 他說那裡面稍微有塞掉 講到這邊我一定要講一個故事 你知道我以前 那個房子已經賣掉了 有一個房子租給一個工程師 然後因為他準備要退休了 所以他打算要回家 所以要把所有產業都賣掉 就是租我的房子 然後我是給他那種 超大型的那個就是熱水器 可是它不是電熱器 它是一個大的 因為我是買二手房 二手房本來原本的房東 原本那個房子屋主 他就買了一個很大的熱水器 不是電的喔 它是燒瓦斯的 然後呢 接著我有一天呢 就是下午的時候 所以一定很耗電 它是燒瓦斯的 它是燒瓦斯的 但是它熱水熱到的時候 它就會停了 其實我覺得還可以 我也滿喜歡 那麼大的一個熱水器 然後呢 而且它看起來很先進 好像從外國 美國進來就是那種 看起來我就覺得 我這房子有這麼好的一個熱水器 我覺得很驕傲 然後呢 有一天呢 他就打電話跟我說 那個熱水器壞掉 沒有熱水 我說好啊 我就問他說那瓦斯都通嗎 他說瓦斯都通 然後我想說 好了 這個熱水器是我房東的嘛 對不對 然後我就過去啊 然後因為它那個是要打火 打到我那個 因為打火機打到最後 掌檢是不是 對 就那個 我說沒有 其實我以前有住過 沒有這回事啊 然後我就百思不得情 我說這台要給它換掉 多久時間 然後要撞那裡 那時候腦海中出現 很多的問題 然後他繼續打 繼續打 他嫌咱的就是都用千灰 而且你知道那打火機打 不是 而且你知道那打火機打到最後 那個打火機會燙你知道嗎 對 然後我就心裡覺得 百般的哀怨說 這是怎麼辦 我要 那時候我已經想說 那我真的要換一台了 這台這麼的漂亮 因為我的認定是說 裡面的資材是我的 壞掉本來就是我該修理 我認為房東本來是這樣子 沒有像那些惡劣的房東 那些房東很惡劣 東西你也就要修好 我問他的話 你那個還算好 因為你打火機是要點火 對 其實有些是很深入 才能點火 它是有一種 有一種槍 你要用長的那一種 對不對 我朋友說那機也壞掉 不就說用拉掉 那時候我沒有想過多 早知道我去買一個電動打了 電動打了就好了 我沒有想過多 因為我們以前住的地方很方便 打一下打一下就OK 大概不會抽個兩次 那我心裡想說 這台機器應該不會那麼容易壞吧 突然我靈機一閃說 因為它的那個瓦斯 其實是接到那個瓦斯爐下面 就是它廚房在隔壁 有個瓦斯爐 瓦斯爐裡面有個開關 那我就心裡想說 它是不是把開關給關了 然後我就過去一看 啪 抓到了 它是把瓦斯給關掉 你知道我幫我把瓦斯打開 那一瞬間的時候 我心裡就做一個決定 這房子我一定要賣掉 再也不要租人 打成我手都長姐 他在旁邊看 看得很開心 然後我就很憂鬱 很哀怨的說 那個 有錢人也是有困擾 手會長久 等一下 後來 辛苦了 等一下不是 後來我知道 因為他的老公是在 Morning Star成星上班 他把股票賣掉的時候 他就說 身價是兩億多好不好 贏刀比我更喝呀 可以嗎 只是 下一次一定要來感受一下 手長姐的感覺 重點就是 沒有第一件事情 因為那個制裁是我的 所以我當然要去負責 即便我打到手塊斷掉 我也只是認了 因為那東西是我 我只是很哀怨悠悠的說一句話說 那個瓦斯是跟你的瓦斯爐 是一樣的開關 所以下次請檢查 瓦斯爐你開了沒有 我心裡想說 我為什麼沒有先去檢查 他把瓦斯爐關掉 那瞬間真的白桿交集 就好像人家說 往生之前的時候 人會有很多的畫面 那個板照的感覺 我的畫面是說 這台換掉 我要請誰把它拖走 那麼大 然後我要去買一個瓦斯爐 要花多少錢 然後我想了 那我現在打的時候 我白桿交集 結果搞了半天 是她的朋友幫我搬過去 好啦 我覺得說 貴婦人有時候不了解 人生疾苦 做房東也不是那麼好做的 是 那其實想 你們剛回台灣租房子的時候 遇到了房東 也不是很有經驗 結果發生什麼事 其實那一次還蠻妙的 就是這個房東 他要求說 我要把那個租任契約 拿去法院公證 這麼慎重其事 相信大家租屋的話 應該都沒有碰過這樣子 我有 我有嗎 有 如果你是商業的話 一定會做 商業是 就是辦公用 辦公室 對 他都會做這個動作 租金比較高 就會比較慎重 如果你租幾千塊的房子 很多大家就算了 那個覺得沒有很多錢 可是如果你租個幾萬塊的 很多就會去公證 有啦 有到萬 那我是很開心 跟我說說 我是租到有 租金很高 並沒有好嗎 我是剛好遇到 夫妻都是律師 所以他們就是要去公證 比較慎重一點 對 OK好 那時候他就說他要把東西拿去公證 我說沒問題 他說那公證費 他說算平數嗎 我出沒問題 我說好好好 那我就真的跟他一起去法院 我們就做公證這樣走 那公證完 反正我還記得公證費 大概三千多塊錢 那我想說反正對你有保障 對我也有保障 我覺得很OK嘛 就住下來 接下來報稅的這個季節到了 報稅季節到了以後呢 過了以後 欸 房東不高興了 傳訊息問我說 你怎麼可以把我這個東西拿去報稅 蛤 我說租了 蛤 蛤 什麼 我就說 這是你的支出啊 對 我說 他說你怎麼可以拿去報稅 我就說 其實坦白講 因為當初你也沒有叫我說不要去報啊 對不對 而且我就跟他講說 某某先生 因為你把這個東西 租人7月已經拿去公證了 在政府這邊公證的話 其實政府那邊會有紀錄 他已經知道你有這一份房租收入了 差個話 如果他一個月房租1萬5萬 一年是18萬 他可以把他的個人綜合所得 把18萬扣掉嗎 其實可以把它扣掉的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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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對房東來講 他就會認為說 他們很多房東都比較不喜歡 因為你去報稅他就要付 對 他要付稅嘛 他要付稅 所以說其實我們的真值點是 他認為說 我為什麼拿去報稅 那我是跟他講說 不是因為你已經拿去公證 拿去公證的話 其實政府就已經知道了 那他可能沒有想到這一點 他只是想到說 可能對我有保障 他沒有想到說政府會知道 國稅局會知道 他就會有一個這個稅金要支出 好啦 接下來 於是要簽下一年合約 我的房租就要被漲了 我還記得他漲了整整要10% 他漲很兇 他就漲到10% 對 那我就問他 因為他要多付稅 對 那我就問他說 那你這樣子漲10% 到底是為什麼 我就還是要問他嘛 到底什麼原因 他就說 因為我覺得就是現在物價都在漲 所以我覺得我也要漲 就這樣子 對 所以我就是讓他漲了這麼一次 因為我那時候才剛搬進來 沒多久 我真的我不想再搬出去 我就讓他漲這麼一次 後來我就搬走了 那這個我補充一下 因為過往我們常常在租房子的時候 會去約定說 到底這個稅由房東繳還是房客繳 或是不要報 有的就會有這種約定 對 過往都是這樣 可是其實在去年 法令就做了一些修改 第一個 房東不能夠在合約裡面約定 補報稅或是由房客繳 如果有這樣的約定是無效的 就是房客你可以 雖然當時候簽了這樣的合約 可是你將來還是可以拿去報 而且這個產生的稅 是房東本來就要繳的意義 有這個條款記載叫房客繳 是無效的 那你老公是個白人 說在租屋的過程裡面 也會被種族歧視 其實還蠻妙的 其實我在就是租屋的時候 這個故事等一下說 來 先休息一下 好 那這個老公 你老公是美國白人怎麼被歧視 對 因為其實我們在租屋的時候 一定看很多很多的房屋這樣子 那其實有些條款還蠻印象深刻的 譬如說有些房東會要求你說 不能夠設戶籍對不對 因為報稅的稅務 那有房東會說 除了不能設戶籍之外 還不能設神明桌 祖先不能請進來也不可以這樣子 那他看到我老公跟我 他說你們兩個應該也沒有這樣的問題嗎 我說當然啊 因為其實我們不 不好啦 你都沒有你賺新名桌的 就是信仰賬 信仰賬沒有這樣啦這樣子 好 那我想說應該很安全啦 沒問題了嘛 接下來他就說等一下 欸 那個你老公哪裡人啊 我說美國人 然後他就說 美國人是不是很喜歡開派對 我說當然啦 我們只是喜歡一些聚會 可是就跟我們 就跟我們很喜歡呼 就是邀請朋友來家裡做做而已 就吃吃喝喝這樣 對 吃吃喝喝 對 好 吃吃喝喝 他就說吃吃喝喝 那是不是都會嗑一些奇怪的 我覺得美國人是都會喜歡嗑呼大麻喔 好像在開趴的時候 都是要呼個一兩口是大麻還不是抽菸是呼麻 然後接下來他就說 那如果你們要跟我們承諸的話 合約當中我要就是明文規定 不准開趴 不准呼麻這樣子 那我就跟我老公講說當然不行 他說我就被我歧視的感覺 為什麼硬被貼標籤說好像我會呼大麻 我們是呼趴開麻 這個房東應該是律師或法官吧 他就是有一個先入為主的觀念 會有蠻多勞外匯 對 生活文化跟我們不一樣 那這個說 因為老外是很多是家裡的水電啊 什麼都自己修嘛 是 那房東也會要求嗎 是這樣子就是 那個也是在租房子之前 那當然就是他在協商一些事情 我那個時候呢 我跟我老公也不知道哪根神經不對 我們就很喜歡找那個頂樓家蓋 因為我們覺得頂樓家蓋上面沒有人嘛 然後感覺視野又很好 然後整個頂樓好像都是你的 我們覺得還蠻喜歡這種感覺 然後那時候就去看的時候 那個房東就說 你們要來看我們頂樓家蓋 也是可以啦這樣子 那來了以後我就發現 現場是切水斷電 什麼都沒有管線 什麼都沒有 nothing 而且感覺是非常的荒蕪的一個 毛胚屋這樣子 那他就說我跟妳講我跟妳講 我真的覺得我這個頂樓家蓋 非常適合你們這些老外的 嫁給老外的 我說為什麼 他說你們老外不是好喜歡DIY嗎 就自己來的 IKEA嗎 自己組裝嗎 我這個讓你們發揮你們的創意多好 你可以把它整 就是把它整理成你自己喜歡的樣子 水電自己接 多有成就感 對不對 好會假的 你不就是會覺得說 感覺好像我們應該還給他多給錢給他 因為他給我們這個頂樓家蓋 叫他去選市長 對 所以就是被要求說 我就覺得 大家對於這個外國人的感覺 也是還蠻奇特的 是 那你為什麼說 這個曾經遇過滿屋子雜物的物件 但你覺得仲介是怪怪的 好 是這樣子的 因為那個時候當初去看房子 因為其實我們在看租屋的時候 我跟我老公起碼會看大概10天以上 我們才會做決定 那這時間有些是屋主本身帶我們去看 有些是仲介 那這個房屋仲介很妙 就是帶我們進去 他那時候就說要開門之前他就說 我跟你講這個屋主的東西比較多 那你們不用擔心 如果你們真的想要租有興趣的話 到時候屋主會負責把它清乾淨 這樣子 我就說好 可是我跟你講不誇張 它那個東西是有點樓中樓 它有兩層樓這樣子 門一打開 我跟你講滿木片也全部就是堆滿了東西 有家具 然後有很多的衣物 雜物 雜物 然後行李箱 然後包的那個箱子 再把這個桌面 牆面全部都佔滿 那我一看我就覺得說 哇 這東西真的還滿多的 我就開始問他 那請問一下這個房東 是怎麼樣的人 住在哪裡 房仲就說 這個房東他是國外的 國外旅居國外 他很少回來 很少回來 所以才請我這個房仲 幫忙看管房子 我就說好 然後就開始看看 發現桌面上有一個照片 不就是這個房仲的照片嗎 然後這時候我一看我就說 那這樣子的話房東會回來嗎 他說其實房東不會回來啦 如果說你們要搬進來的話 我會就是代替房東 把這東西清乾淨 然後後來看一看 我老公就跟我講 我覺得他就是住在裡面的這個人 我說 後來我們的推敲是 這個房仲應該是利用房東 在天高皇帝遠的國外 他兩三年都不回來 他就住進來了耶 他也就省他的房租了耶 那等到有人再住進來 我再把這東西給弄走 我就是有一個地遊在 我覺得還不錯 所以他本身是住在裡面的 他可以一直跟這個房東說 還沒有租到 然後他住在裡面 他是住在裡面 然後是不用付任何的錢 誇張耶 是這樣 那你說你們租過鬼屋喔 是 這個故事呢 其實之前有在挖挖遊分享過 就是說那是我第一年從 其實我們觀眾都是新的 真的嗎 我再講一遍的話 我很害怕 我趕快把它付出一遍 因為你知道有些觀眾說 講過了啦 聽了好多遍 反正就是我第一年 住在美國的時候 那這個房子裡面呢 就是 本來我的鄰居是住在我這一邊 後來鄰居搬去對門 鄰居呢跟我老公呢 晚上在抽菸的時候呢 就說 你們住在裡面有沒有覺得怪怪的 因為我們就是覺得怪怪的 我們才搬到隔壁去這樣子 那我老公就沒有跟我講 怕我害怕嘛 那問題是呢 你不跟我講 有些人你知道嗎 雖然說是阿飄就是第三度空間 他很愛說他存在感 他想讓你知道說 我就是住在裡面 我在這裡 然後呢晚上的時候呢 當我在吸地板的時候 我就會發現你的眼角會披到 就是黑黑的影子 然後我還記得就是 那當我的目光在看的時候 我就會發現 那就像是長長的頭髮的那種感覺 那一下就不見了 第一次你會覺得是自己眼花 對不對 第二次你就會覺得說 啊是我累了 直到第三次 有一天我跟我老公坐在沙發上 凌晨兩點還在看電視喔 我的眼角又飄到那個東西 我沒有講話喔 我老公是立刻握緊我的手說 你有沒有看到 那我想說 好了吧 我看到你看到 那不就是真的是有這個東西在 於是後來呢 我就開始先問房東啦 我就說請問一下 因為我們房東我欣賞很深刻 她是個老太太 她的家是住在 比伯利山莊的那個地方 我們這一個社區 全部都是她的地產這樣子 我就說房東太太 那老實講 我們都覺得怪怪的啦 這裡面有沒有出過什麼事情 請你老實告訴我 他說其實真的沒有 可是因為這個歷史悠久 確實是有房客是自然死亡 在主臥室嘛 主臥室的這個床墊上面 可是問題是 因為你沒有問我 而且自然死亡 並不算是謀殺或是 不算兇兇宅宅 不算 所以說其實這個 在這個法律上 其實我也不用說跟你講還是怎樣 那你覺得 如果是這樣的話 其實你可以搬走 可是押金我是不會還給你的 這樣子 好啦 那這時候我就想說 好吧 那因為才剛搬進來 我覺得也很窮 押金這樣子被沒收 我也很 我也覺得很心疼 所以後來鄰居跟我講說 其實呢 這個Syncia 我們那個美國人驅鬼 不是潑勝水啦 我們是燒鼠尾草的錢 那那個鼠尾草我就燒一燒 後來房東太太說 那鼠尾草多少錢 我說二十塊美金 那不然二十塊美金給你 給你這個二十塊美金 讓你去燒那個鼠尾草 進化一下這個空間 二十塊美金就打發了 就打發了 就這樣打發了 後來有在看到嗎 後來就真的沒有了 我們台灣人是要叫人來養 對 也就是請法師來進一進這樣 要這樣子是不是 真的蘇尾草燒完就沒有了 因為外國人他們淨化房子 因為我那時候還很苦惱 問我媽媽說怎麼辦 我要燒紙錢給他嗎 我怕外國人收不到紙錢 會覺得我很奇怪 那我說要給他祝念回向給他 我媽說他這樣可能也會收不到 然後後來我才採取外國人的方式就是 他們會用乾燥的蘇尾草去燃燒 會有煙出來 可以淨化你的空間 那房東太太知道他就說 那我就補貼你這二十塊買乾燥蘇尾草的錢 可是他就不見了 他就不見了 好妙喔 對啊 東西有別啦 不過喔 如果你人家收金主要 你面上也要給他寫USDollar 對 還寫100的 喔 真的喔 大額對不對 對 OK 來 我們先休息一進廣告 好 不過剛剛 我跟Cinxia說他去看房子 其實裡面是雜物很多 傑敏這邊是說 有人房東檢查房子的時候 房客已經搬走了 裡面超傻眼 這個事情真的是很詭異 因為我有朋友住台北 他在高雄有房子 然後因為是很熟的朋友在閒聊 他之前跟我讚美說 他的房客多好 每個月房租錢都是準時到的 但是因為一開始租得很便宜 你知道高雄房地產也貴了 那當然就要加租了 也沒有加多少 原本一個三十坪的房子 才租八千塊 對 高雄就這樣 真的 然後另外車位加一千 然後他就說 那就調到一萬塊合理 那就當然對方有點不開心 他覺得我看我繳房租 他繳的房租繳那麼順 那時候我們就閒聊 然後前幾天他就說 他房客要走了 他就說去 那房客又說 他會幫我們介紹 叫這個新的房客 叫那個我的朋友說 你不用擔心 他會找房客 因為那房客是老師 那時候他其實有一點懷疑說 老師需要租房子嗎 第一個念頭是這樣 好anyway 然後就是 好了就想說這個房客過去 這十幾年都租得很順利 然後想說OK 那就去接房子 那他是 因為他說要找房客嘛 所以最後兩個月 他就慢慢的讓那個押金 自然的就覆掉了 那我朋友也不宜有他 想說這過去這麼好啊 然後就要去看房子嘛 那對方就把那個鑰匙 就放在警衛室 他們就一家人 就去南部旅行啊 順便去看看房子啊 心情是很愉悅的 就是反正就回去南部一趟嘛 然後一進到門口都一樣 老樣子 跟十幾年前的樣子都一樣 那門一打開的時候傻眼了 因為第一件事情 右邊的廚房 整個琉璃台是垮掉的 哇 然後就心裡就有那種 不祥的浴管 然後呢 因為他當時 他買那個房子的時候 小孩子小 所以他就弄那個說兩人 雙人的那個床 小朋友睡下面 上面可以放東西嗎 因為知道 三十坪室內面積也沒那麼大 扣到公社 然後那個是非常好的 白橡木的床 他有請裝潢師傅 特別就是去選一些好的家具 就是裝潢師傅去選的家具 真的好 再說一遍 裝潢師傅幫忙選的家具 都是頂級家具 然後 這個話要講三次 對 因為真的 因為一般我們自己去找 可能以為買貴的 其實沒有 然後呢 他傻眼了 因為原本是一個 他印象中是一個很漂亮的 雙層的白橡木的那種雙人床 一去的時候發現到雙人床 變成一片片的木板堆在旁邊 哇 整個拆的 然後重點是 因為原本那個房客 他小孩子從小長到大 因為十幾年了 然後上面有他小朋友 歷年的那個作品 整個牆 那小朋友不是年紀 隨著年紀長嗎 那小朋友這個年紀的時候 比如說小朋友大概是 一百公分的時候 手大概就是七十公分 七十公分就一圈 你知道小朋友的手 然後小朋友長大有沒有 一圈一圈 每一圈都沒有圖案 然後他整個傻眼 然後接下來就是 他原本當時 因為那房子原本是他住的 所以他窗簾都是選 就是給他開下去了 結果發現那個窗簾 基本上已經變成抹布 好啦 十幾年窗簾抹布也就算了 重點是什麼呢 其中兩套衛浴 其中一套衛浴 簡直是災難 那個就是一去的時候 就已經那個水那麼高了 對就是已經整個就是堵塞 那他也好奇 難道房客不願意想去把它沖完 居不擠一間那個 那個廁所嗎 然後接下來就是窗 紗窗就是整個都是 都毀壞了 然後牆壁都亂七八糟 然後他就請那個人家估價嘛 你想看一個月收八千嘛 一年大概收 九萬六 十年不過收九十幾萬嘛 那扣掉一些有的沒有 因為他中間他冷氣壞掉 幫他買新冷氣啊之類的 因為這個是房東的事情 因為資產是他的 他估啦保守恢復原狀啦 二十萬起跳啦 那稍微要好一點點呢 沒有三十萬不行啦 那房客找不到啦 那房客不見啦 就... 房客找不到嘛 就消失掉啦 除非就是去告他啦 因為通常租賃合約 會留下身分證字號 對 那法律上其實這有一條 叫做毀損建築物 它是有罪的 但是毀損建築物 主要是毀損它的結構啦 對 也是說毀損這個裝潢 那很多人用這個理由去 告這個房客 對 那就... 他就說算了算了 就悶著鼻子說 好 人家攪了 也攪了快百萬的那個房租錢 就算了 可是有一個案子 就是很特別 就是... 這也是我朋友的 因為他最近去買了一個 透天的樹 那不是在台北 在別的地方 那邊原本就是工業用地 它是可以改成是店面 那你知道工業用地的好處 就是它那個 前面的停車位很大 所以那個房子看起來很舒服 可是因為你知道 能夠買到這麼好的地方 基本上是市區還沒到 所以那房子其實遭出一點困難 那你知道那種地方 非常適合特種行業 然後這個朋友 他已經租不出去嘛 他就想說很心煩啊 然後結果有人打電話來 就是很兄弟的口氣 他說我給你一次租五年 那市場租金多少 他加碼租 那他想說 反正房子也租不出去嘛 那加碼租就租了 租完多久 沒有多久 因為可能周圍的人覺得 不太開心 那個是做有點色情嘛 那就去叫警察抓 這就抓到 裡面有就是半套 就抓到了 那你知道其實警察這樣子 他抓到會跟房東聯繫的 那房東就殺他去警察 就是人民保母嘛 對 會服務選民 這個朋友想說 收了這麼多租金 人生第一次去警察運送筆錄 然後當然五年到了 好不容易撐五年 五年到了 那他就決定說不要租了 好不要租了 那這樣子房東有問題嗎 這個我來補充 其實跟Cincia蓋的問題一樣 房東 如果今天你是明知道 或是你容認 例如說裡面在做色情 在做賭博 在做這個吸毒等等 你是會變共同政辦 真的喔 會變共同 那我跟你講台北市 特別針對這個色情行業 很嚴格 因為我有客戶是房東 他就遇到 我就租給人家做按摩 整棟的 那哪知道被發現是色情按摩 那房東第一次就被去警察局抓去了 那房東當然說 我不知道我的房客做這件事 而且當他被第一次問完以後 他就去告誡他的房客 你不能再做這件事 你如果再做這件事 我就不租你了 好第二次又被抓了 那第二次被抓以後 房客當然就跑了 房東真的是被判有罪 而且這一棟的建築物 斷水斷電 封起來 直接封起來 至少封一年 你租沒有辦法出租 斷水斷電喔 必然做決定有什麼八大行業的斷水斷電 那個真的是 不是我們一般房東想要那麼簡單 租金好一點 是不是就爭一點 反正有事是房客的事情 結果其實是房東也會抓進去 而且你知道他那個是 因為他是晚上被逮到 因為那個行業一定是晚上比較新 其實整天都在做 就晚上被逮到嘛 然後逮到的時候 他們是半夜被警察call 他第一次終於看到 房客長什麼樣子 因為找簽約都是 找那個中間人在簽的 然後想說他怎麼會 做這種愚蠢的事情 好 這不重要 重要是什麼呢 那五年時間到了嘛 他就合約趕快就不簽了嘛 故事不是這樣結束的 當他回去檢視他房子的時候 他傻眼了 因為特種行業都要一個房子 旁邊就一定要有一個衛浴 然後他把整個房子都隔了一間 然後一個衛浴 一間衛浴 那你知道 價格的通常不是 為什麼一間要一個衛浴 這個問題我不知道 這個問題有點複雜 就是特種行業就是這樣子 留意失利在我 就是一間房子 我們依照專業角度就是 有地方發生性行為 旁邊就要有地方洗澡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要做的時候洗衣比較乾淨 對 我只是替朋友發言 所以這事情我不看法 然後重點是他傻眼 他原本房子的隔間 其實每間房都很大 他把它隔成就是 隔成一個房子 隔成兩間 然後衛浴切一半 然後整個房子就是一間房間 然後就是放一張床 然後一個衛浴 這也就算了 你恢復原狀 大概就是把它重新打掉 但是重點是 因為它的管線全部弄完 之後那房子基本上不能用 因為整個房子都在漏水 哇塞 然後他懊惱死 他說 早知道我就不要租了 因為真的他給的租金 五年合約的租金給的 就是市場價格的就是很多 然後他想說這個是很deal 反正就出來結果 第一件事他從來沒有跑警察去 跑警察去 你叫我們朋友那房子賣 因為我們一般來說都賣 三房兩廳雙位 也許十房零廳十位 他整棟四層樓房子 從一樓隔間到那個四樓 我也補充一個 還有一些房東 他也不知道自己會處罰 就是例如說 我一樓租給便利商店 然後你知道 有一些傳統的便利商店 會放一些遊戲機 給人家打電動 或是打那個吃餃子老虎 那其實你沒有得到政府的許可 沒有那個遊藝廠證 你是不能夠做這個生意的 可是因為對於那個便利商店來講 這個額外的收入是可觀的 所以很多便利商店 他會另外放一些小遊戲機 可能藏在裡面 讓小朋友去玩 那他們就會 這個給房東 比較高一點的租金 那房東大家也就覺得 反正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對 可是這個部分 也會被認定是賭博罪 而且被抓的會是房東 對 所以有的房東就是莫名其妙 為什麼變賭博罪 被抓去警察局 其實只是因為放了遊戲機 在他的店面裡面 是 好 等一下回來我們繼續聊 來 我們先休息一下 好 那艾雨莎呢 妳在租房子的時候 是碰到很愛計較的室友 多愛計較 我後來想起來 這是一個滿奇妙的故事 這是我們都是 從台中上來的女生 所以一起租了一個房子 可能裡面有三個房間 這一種 你說一層那一種的嗎 對... 然後就是一個人一個房間 然後再去學 那是三個女生 對 有時候也會有其他可能 偶爾才上來那種 那他可能又去跟一個房間裡面 一起住著 然後他們又在分這樣 然後廁所一定是 大家都會用的地方對不對 對 那誰來倒垃圾 那叫輪啊 我們也是這樣子想啊 可是他就說 他沒有把垃圾丟進去 他都丟到馬桶裡面 所以他不願意倒垃圾 那這樣馬桶會塞耶 對啊 然後我們是後來才發現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想說明明就這次輪到他 可是都滿出來 都掉到地上 為什麼都不到 然後我每次看不下去都是 我打爆 那可是我又遇不到他 然後有一次 我們就在 我們自己會拉一個群組 問說 為什麼這次 就是輪到你倒垃圾 可是你都沒有到 他就說 我從頭到尾都沒有丟進去裡面過 我都丟在馬桶裡 然後我說 你這樣很容易塞耶 可是他就說 但目前為止沒有啊 你可能還會再遇到說 那個衛生紙都他自己帶進去 所以他不用分公用的這些支出的 這真的太誇張了啦 對啊 那不到垃圾 那還有嗎 還有其他的嗎 我記得好像 還有一個就是鞋櫃的問題 女生鞋櫃多嘛 然後他們又是要去表演幹嘛 所以他們會有各種鞋子 那他覺得說 我們原本房東給我們那個鞋櫃太小 我們三個女生已經放不下去 那我們想要去買那種就是 網路上可以自己DIY那種 就是可能頂在牆壁 然後這樣下來 然後一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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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很多的 大概可以裝個幾百雙那種 就是對很多 然後就可能一人一條這樣子 那他也不願意去分享這個錢 他說我把我的鞋子 放在我房間裡面就好啦 可是他每次回來 他都把他鞋子就丟在門旁邊 也是在地板這樣子一雙兩雙 也是這樣亂丟 然後他就是不願意去付這個錢 那他有時候可能還會丟個三四雙五雙 然後擋到路 開門的時候就會踢到鞋子 不然就是卡到這樣 這個很有趣 我記得我以前 就是住那種房子的時候 二樓就不願意交管理費 對 電梯費 對 電梯費 他說他都用走路梯 可是你知道電梯費是大家要 一層一層分享對不對 那這個要怎麼跟他說 其實大部分還是會透過管委會 區分所有權利大家的決議 就有點就是 民意決定了 多數決定你要分擔你就要分擔 對 像有的他是會決定 你住比較高樓層 你要付比較多 因為你用電會比較多 那低樓層比較少 可是也有大家都付一樣多的 那都由這個區權人會議 大家一起來決議 那你就只能認了 因為這就是大家的決定 可是老實說 那是一個算是怎麼說 沒有幾樓 就是五層樓 四層樓這種 沒有什麼管理會 對 可是還是可以透過 因為共有人 他也是可以共同做一些決議 來怎麼管理這個房子的 管理這個大樓 都可以透過多數決來決定的 是是是 然後剛才他講的 我想到一個 就是其實很多的這個室友 如果說有人特別愛計較 就會發生很多的糾紛 像剛才講說 有的是連衛生紙不分擔 也有人專門把公用的東西 拿到自己房間去用 例如說公用的衛生紙 就拿到自己房間去用 然後到最後 大家要來出這個 公用的錢的時候 他又不願意多出一點 但是就很會利用公用資源 然後因為這樣子的 大家的感情不好 變成住在裡面 是一個很大的 就是大家的壓力都很大 對 就或者是 某個室友 聲音特別吵雜 半夜就都不睡覺 等等都會讓 其他的室友 所以這種 大家一起要來使用 這個共同的空間 其實最好還是找到 這個志同道合 不然很多都是好朋友 都變成仇人 我們那個鎖是電子鎖 然後我們在 有密碼按一按就可以開的 對 在承租的過程中 然後他沒有電了 我們有跟房東說 他說你換電池就好 那我們換完電池之後 那個電池吃很兇 12顆 然後我們換完電池之後 他要再設定東西 我們也有跟房東聯繫 怎麼設定 然後設定完之後呢 我們出去回來 就是我們那時候 有一個人在家 一個在外面嘛 然後他開還是開不了 輸入密碼還是 就是一直閃 一直閃 都沒有辦法 那我們想說 那我們要出去怎麼辦 有一次大家都不在家的時候 我剛好出過 不是有準備繩子嗎 吊上去嗎 吊上去 沒有 我是用膠帶黏起來 就是門壓下來 它那個不是會進去嗎 我就用那個膠帶把它黏起來 因為有一次就是 我回來的時候已經半夜12點 然後我隔天早上4點多 要出門集合去外進 外進很耗體力 我就很想要趕快進門 想說怎麼會進不去 而且我已經換過電池了 確定換過電池 但是他輸入那個密碼都沒有反應 然後我就跟房東說 房東 我以為是隔天早上才跟他講 那那個晚上我怎麼進去 我去打電話開始找 有沒有那種24小時 解除那個電子鎖的那一種 然後又很貴 大概1500至2500 來了之後呢 他也是解不開 解不開 他最後用傳統的方式 拿一張紙這樣一直卡卡卡卡 才弄開了 對 才弄開 這就開了喔 對 還真的開了 可是弄很久 也是要1500 我想說這一招我自己用就可以啦 好 然後我隔天跟房東講 你拜託 人人是要扣什麼生貨 你要把你捕那麼久 太久了 然後我跟房東講之後 他就說 那他再補我這個錢好了 後來最後我們退租的時候 那個 因為我們那時候合約快到 然後那個膠帶還是黏著 因為大家都是這樣進出 就怕說會有那個麻煩 會有再一次 後來房東是說就是 我們要陪那個電子鎖 然後開始追究鎖 我們最後一個 把他按到沒電的人是誰 沒有人敢講 這樣子 因為也根本就沒有人折了 誰會去承認 而且電手沒電 應該房東要負責 我們也把電池都裝回去 照他方式做 然後我們退租的時候 那個電池要把它拔回來嘛 是是 那冠志你說你也住過鬼屋喔 有喔 那時候我大概三四年前嘛 那時候我住在西門店 因為西門店 不是很多那種老舊房子嗎 那我又記得有一次 我住在那個 那個大概 他總共四個樓層 然後我是住三樓 那他是沒有電梯只有樓梯 那樓梯 那一打開門 那個樓梯就直接你一樓 就可以看到四樓的那一種 一路一直上去 對 一路上去 然後那個樓梯是很陡很陡 以前的當空處 對 都是那一種 所以你一樓就可以看到四樓 那我是剛剛 因為很怕摔下來 而且他樓梯跟樓梯間隔其實很短 對 所以你走路你要很小心 那我是住在三樓 那他的房間可以是一個S型的 等於說你住在前面的話 是靠近馬路那邊 住在後面的話 就是另外一邊 那我是剛好住在中間 等於說我是樓梯上去 左轉就是到我那邊 那我那時候房間大概是一個套房 也大概只有 大概六坪大而已 然後我一進去 一開始都還好 那後來住沒多久 我就發現奇怪 房子就比較潮濕 而且我越住身體就越差 而且那時候我還是當模特的時候 我記得我大概三個月有跑了大概 一百支廣告有 都沒有任何一支中 那我想說奇怪 我的運氣 就是運氣怎麼會這麼差 而且有一些Casting 還是我自己認識的 通常應該是我會上 視鏡就對了 視鏡廣告視鏡應該會上 那想說奇怪為什麼 為什麼都不會上 而且我每次睡覺睡覺起床 就會有無緣無故的一些什麼瘀青 就是還是無緣無故的 那不然起來就是腰這邊會痠 不然是肩頸會痠 對 然後後來 太帥了 被女鬼痠痠 我希望就是不是 後來過了半年之後 我就有一個 也是有一個特殊體質的朋友就來 他就從一樓走到三樓 就正當要到我一進門的時候 他就看了我一下 他就比如說 你後面這邊是什麼地方 就是我那個S醒到後面 但是那個地方除了有一個人住以外 後面是一個那個賽衣場 那賽衣場是很陰暗的地方 因為賽衣場的後面還有一棟建築 等於說它是擋到的 陽光只能照射一點點進來 但是每次到那邊的時候 就是會有風吹 就是會吹到我那邊 但是那風是陰涼的風 然後他就跟我說 你在這邊等一下 我去後面看一下 然後原本去 臉色還好要等 然後後來一進來之後 臉色就有一點不太不一樣 然後他又跟我進房 他說 他跟我說 你在這邊住多久了 我還說我這邊大概住半年 他說你簽約簽多久 我說簽一年 他說你要趕快搬 我說怎麼樣 他說他在後面看到三個 後面看到三個 然後他就 然後那個時候 我還沒有跟他說 我住在這邊房子的情況 他就自己跟我說 他就說 你在這邊是不是身體 越住越差 然後你晚上是不是睡 睡不好 還是用狗乳 然後你是運氣也很不好 我說他講話 他就是全部都中 然後我想說 那這樣我該怎麼辦 是不是要請人來 他說不用 你就趕快搬走 搬走就好 那因為我也不知道 那邊到底是發生什麼事 後來我就跟房東講說 那個房東先生不好意思 因為就是我那個有親戚 就是已經搬來台北 那我要跟我親戚住 後來我搬走之後 整個運勢就變好 但是我有再回去去查說 我那邊是不是有什麼 兇宅什麼之類 後來我才知道 我那一棟是有一戶人家 三個是上吊自殺 所以你就後來租約還沒到 你就先離開 租約還沒到我就先離開 那我想說 因為那個時候很便宜 我想好我押金我也不要 我人先走比較重要 那聽說你現在對付 風水因為房子租多了 對風水已經有心得了 就是我現在知道 就是譬如說你現在一進